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常常在家里面 妈妈就会说 今天随便去吃 我们就吃个炒饭好了 那么炒饭都当作是随便吃 其实真正的大厨师说 炒饭可不简单 它是有很多的干物 还有很多的撇步 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杨凯奇 他听说对料理很有研究 那当然就要请到了 我们的老塞夫 洪云荣大师 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真正炒饭的秘诀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开始自己在外面这个工作 那有时间煮饭 有啊 有啊 有时间煮饭啊 我自己一个人啊 我跟你说随便弄个青菜啊 炒饭啊 炒饭很简单的对不对 很简单 很简单 对我来说很简单 很多妈妈都说炒饭很简单 但是对厨师来讲 炒饭可是他们这个磨炼的过程之一 对对对 也好 他们的筛物都是拿炒饭磨炼他们啊 哦 这样子啊 所以你看这么简单 可是我觉得这个炒饭的血润很大 对哦 有时候我炒好时就会觉得今天炒的会比较香 今天炒的会比较炒的会比较炒的 有时候会比较炒的 所以就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才会最好吃 刚刚好 刚刚好 对 对 我就有听过嘛 炒饭是学徒要进阶师傅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最基本的 你看这是考验耶 所以我们妈妈说很简单耶 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多简单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洪一龙师傅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来炒饭炒出来 是很好吃的 而且要标准 标准这个 有配饭是吗 有配饭 这个炒饭在热锅 好 热锅 好 变按这个就对 锅这个是你饭菜就知道他整个会跳 吃 然后再来炒不掉锅 炒饭炒到分不跳舞 哎哟 这个等一下 等会啦 就看你跳舞好吗 好 好 那我们就先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这个看死简单的却不简单的炒饭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日式素包饭 材料有白饭一碗 素火腿一大匙 青豆仁一碗 红萝卜一匙 玉米粒一匙 芹菜末一小匙 高丽菜一小碗 蛋两粒 调味料有盐少许 番茄酱两大匙 白胡椒粉少许 沙拉酱一大匙 好 今天侯师傅 你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这次叫做蛋炒饭吗 日式蛋包饭 蛋包饭 日式蛋包饭 是 蛋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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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个饭也要炒吗 一定要炒 一定要炒 这样子哦 现在我们来 杨叔姐来 这个火腿给你吃 这个小丁 这是 这个火腿 对 我们要怎么切 我要说 我们现在切 来 切片子 可以讲职业火腿 真的就不大会啦 对 好 来 这给你 好 这就流起来就好 好 再来 这要切 这样 小丁 好 这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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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这么多东西要切丁 对 红楼包也要切丁 是不是 这样就一二三四嘛 再来 杨叔姐是我要在这一块 好 这个才 请换一下 对吧 是红色 要切丁 这个丁要多大丁 对 这样 小小小 还要切丁 像大小的丁 你以为要切丁 切丁要怎样炒 好 我来切丁 请问红师傅 素火腿 这算是素食里面的一种加工品 它有很多的种类 我也吃过 好 感觉好加工 那也有吃过那种 就是感觉上 还蛮坚然的香味 原味的 原味的 这要怎么选 这是这样 这个问题是说 鸡鱼就好了 有的真的吃了 但是我們不知道 这种感觉很加工的 有的就是很正常 有的就是会更软 有的就是会更软 那里就有一些 叫做 即使说 速肉浆 辣辣椒 或者香料辣椒 就好 所以可能要去试一下 对不对 好 你把它拿出来 好 我后面切这个很不好 不不 很简单 要把它拿出来 不错 它真的也是不错 至少是演 演 經常演家 真的喔 演戲也要啊 很久沒煮了 真的 切一盤就好 這盤就好 切一盤就好 切一盤就好 一盤就好 切丁是要怎麼切 感覺像剛才這樣 這個危險喔 小心喔 好 這個要慢慢切 請問洪師傅 你們早期當學徒炒飯的時候 是有放材料嗎 我感覺早期好像沒那麼多材料 沒那麼清楚啦 但是呢 你要煮這個月 你如果沒煮到這樣 去到會跳的月 老鼠就把他撈下去了 真的喔 會這樣罵慢這樣 你說你們當學徒就是 只有拿飯炒飯而已 對嗎 炒飯 再來煮炒飯 炒鹽巴 炒什麼 鹽巴 炒鹽巴也是考驗 鹽巴要一直炒 炒到鹽巴 不會一直來以後 才開始炒飯 炒鹽巴 對 炒鹽巴 我聽不懂 你認識鹽巴要怎麼煮 鹽巴可以啊 炒他不會炒火吧 炒火吧 炒火就是要 就是不用怕 鹽巴炒才不會 炒不會浪費掉 鹽巴炒好一點 火焦咖的 辣辣的 海盤辣辣的 這樣就胡椒圓了 等一下… 做胡椒圓 我們現在是多學到一樣 因為我跟你講 挖他的寶就是要聽他的話 然後在裡面去挖 你說… 炒鹽巴 鞋圖先炒鹽巴 炒到最後不會跑出來 這個鍋子才成功 你是說鍋子成功喔 練了練成功 你說… 好… 你說炒鹽巴 我鹽巴不要給他太多 就不會跑出來 等一下 他一直… 一直讓他跳這樣 你說炒鹽巴不簡單嗎 對 鹽巴不簡單 真的嗎 這樣嗎 鹽巴… 鹽巴就這樣炒就好了 等一下… 對 趕快要炒 炒… 那個鍋子 對… 這是手勢嗎 對… 等一下… 你不要炒喔 你是說鹽巴… 炒鹽巴的時候 鹽巴算嗎 一樣… 對… 我們炒不是都是這樣嗎 所以… 所以… 炒是這樣喔 對… 又學會了 所以… 這樣一定噴出去嗎 所以要自己… 對… 所以… 這樣… 這樣… 對… 成熟以後就換… 炒飯 喔… 是不是不簡單 對… 炒飯還不是馬上… 不是馬上… 你就可以上手炒飯了 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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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三條 鹽菜後… 鹽巴放大 胡椒在哪裡 你用… 一碗… 一碗鹽巴 就一碗的胡椒粉 對… 然後均勻這樣… 倒下來 這個會冷了嘛 以前是用香味醋粉嘛 對… 現在還用海帶粉 對… 這樣就焦一焦 這樣就胡椒鹽了 這樣… 人家花椒蠟燒就花椒鹽了 喔… 所以… 我們自己做 對不對 對… 喔… 但是先在家裡面試試看 你會不會炒鹽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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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樣叫做… 師傅的炒飯跟我們做媽媽的炒飯 是同樣的 對… 我們都是拿現成的 我用胡椒鹽 我們就是買整瓶罐的胡椒鹽 炒下去就… 誰拿鹽巴來練習了 對不對 好… 對… 好… 好… 真的是開什麼玩笑啊 所以你沒想到吧 炒飯之前還要練習炒鹽巴 炒鹽巴 其實手會痠耶 所以… 所以這個叫做職業商代 再來… 我們現在… 現在四個你們兩個看 中頭戲 好… 看你怎麼辦 當然要煎蛋皮 好… 好… 打蛋 好…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這一份差不多兩顆 蛋炒蛋 好… 再來… 來… 謝謝… 我來加一點點鹽巴 加一點點鹽巴 加一點點鹽巴 加一點點胡椒 這樣泡澡 加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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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塊又挖到飽了 對啊 乳米粉水 加一點點就好 對不對 你把它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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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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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我們要洗一下 讓它燙 這樣就變一塊 變一塊這樣 一塊這樣 燙燙的 要燙 所以雄師傅你剛剛是鍋是熱的 然後等熱鍋之後再趕快抹一點油 就拌液就馬上拌下去 對 其實現在就讓它下去 因為我的鍋鍋不夠 鍋鍋鍋鍋還好 對 鍋鍋鍋鍋 還好更熱 只是在鍋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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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Yeah, your 放到旁邊它會翹起來 這個鍋邊它會翹起來 這樣把魚油起來就很厲害 這樣就像這個鍋子再來炒飯 炒飯 現在你看旁邊開始翹了 有沒有 對對對 這樣你把它燙 這樣把它洗就對了 這樣就百分之百分 百分之百OK嗎 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旁邊邊邊有翹起來了沒有 這邊 有翹起來了 這裡也是 現在這個尾 它就把它翹起來 這邊一樣 現在開始燙 所以這是要在旁邊過著 是重點 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會很會燙 現在四十分鐘要燙 要記得要這樣繞繞 要繞繞 那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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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比較翹起來 好 等一下這邊再好就下來了 這邊如果翹起來就可以拿起來了 是 我們要把這個擦碗裡面就好了 有 我們家庭廚師 我們家庭廚師 在四十分鐘他們比較好做 那我是要 我還是要放兩倍下去 真的嗎 放兩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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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是可以的 這樣 這樣好 這樣好 現在這張給它翻起來 看到了 這樣它不會刮掉 現在這樣 喔 真的 喔 是 小心一點 喔 小心一點燙耶 不會 有點燙 有點燙 我怕把它弄破而已 這樣嗎 漂亮 看在哪裡 把它切 塞進去 塞進去 這樣就滾出來 這樣好 等一下那個飯就可以 現在我們這裡 可以進來 你看 就這樣 真的耶 對啊 你看看 蛋包飯是可以這樣做的 對 這是芹菜 芹菜爆香 芹菜爆香 這裡就對了 再來 咖哩 好 好 芹菜一些 哇 你看這個食材 這好營養 切燥啦 切燥喔 切燥 你看 這家裡小朋友 什麼女兒最愛吃的 小朋友最愛吃 你看 好啦 你真的好好的學 像是 對啊 炒這個蛋包飯給你女兒吃 嗯 這蛋包賣下去 人家 吃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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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 這樣 差不多了 要放 換姐先生要來啦 換姐先生 換姐先生 換你這個 不用再加水 不用再加水 不用,不用再加水 不用再加水 不用再加水 好 再來 再來 我翻下去 待會兒 這個蛋 因為材料那麼多 所以味道不會跳舞 對不對 應該會喔 應該會,一點點鹽巴 也可以 炒飯,我們炒飯聽說是 隔夜的剩飯 放在冰箱裡面 冰箱這裡有一顆一顆 其實是這樣,不用說隔夜 就是說你飯煮的時候會煮得很快 煮得很快 煮得很快 因為這個飯,你熟悉是吃白飯會比較熱的 為了炒飯,那個飯要煮得特別不一樣 對,當然,一定 不是說拿剩飯隔夜飯炒飯嗎 沒有,你隔夜飯煮得太熱 你炒不吃 也炒不吃 對,重點還是在煮的時候煮那個飯 這樣開了 請問那個洪師傅,有人說把那個飯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隔夜 就是隔天吃剩的 他們有的說是什麼 放到冷凍庫去冰一下 這樣會一顆一顆 這樣比較不容易,但是 因為我們的胃不好,太乾了 水分變得細乾了 也是,對,放在那個 我是不建議啦 所以說洪師傅 如果說是已經碰到比較黏 煮得比較爛的飯 其實要把它炒到乾乾一顆不一顆 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是要辦法 我們再炒一塊 炒捲魚 也可以,炒捲魚也可以 所以說你 輕輕的這樣 我們那個鎧奇 它這樣子炒是對的嗎 對,對,可以 剛剛又要是把它黏在一起的 先把它打開 是不是這樣吃 厲害了 對,我會 在這裡有 這裡有 太多 有厲害 所以你是說我們炒的那個蒸熄 是不可以這樣橫的去壓那個飯 對不對 會壓,它會越黏 哦 對 外國人,他剛才燉飯是用切米的炒 對 鍋子啦 那些那些料,加起來炒什麼 燉飯 炒到讓它熟 至於熟乾淨 是… 我們這是當熟的再炒 就不一樣 這樣也不錯 它這個已經不錯 可是有炒過很失敗 就是因為飯煮得太濕了 就炒完之後 我女兒以為我在煮燉飯 好 好 這樣差不多 這個味道就差不多那個米 這個也來,你來試 有了,有了 茄汁飯的味道有啦 你看看 你有放調味料了嗎 有 是,好 有那種 有些人是要把它炒到 有一點焦焦的那個焦香味 OK啊 有 好吃 這個是我們的大評審 我不會煮,很會吃 你來,你來 你要加一點 來 來 來,先廚師教媽媽 這樣比較好做 這樣 這樣 喔,那個湯匙可以嗎 再來 再來 現在這個媽媽要開始準備 要做那個是可以 再來 可以驗客的了 這可以切人家 人家來… 人家來可以 尤其要這個小朋友最喜歡 小朋友是 媽媽,妳真厲害,妳好棒 對啊,媽媽,妳真厲害 媽媽 再來 還有一個媽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你這個禮拜就可以表演 炒飯給女兒吃了 你這個可以切一下 切一下 切一下 按一下 來 切一下 按一下 來 切一下 切一下 好,這頂 按進來 稍微按進來一下 這樣 這樣 熊師傅,妳們就不用這樣做 我不用 我把它放進去 切紅色的 現在好 這樣 倒過去 現在,倒過去 簡單 來,把它蓋起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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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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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再來 這樣 怎麼用啊 師姐,這樣也可以切開 你看,你看 你給你女兒 我給她弄很漂亮 這樣可以切開 這樣也可以切開 學會趕快演奏 做給你女兒 切成六半 六半 這樣 這樣,你給她一片 這樣就要清洗了 這樣輕輕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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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了 輕輕了 喔 涼花開了 唉唷 好厲害喔 唉唷 唉唷 這個真的可以 請客 這樣就花 這樣 如果不要一朵花 像剛剛蓋起來 上面可以淋這個蕃茄醬 沙拉醬 這樣 那這種是給人家開花的 開花的 然後呢,還要裝飾什麼 現在要吃沙拉醬 也可以把它拆掉 沒關係 也是就這樣 對 日式的話就要加 那如果喜歡在蕃茄醬的話 再把它放蕃茄醬 對 現在變火了嘛 你可以繁年嘛 繁年 繁年 回覆本來的那個 面目 面目 這樣 對 一樣就這樣 那這樣的話 好,就這樣 這樣 兩種方法 可以啊 你先切對不對 切完然後用蕃茄醬 然後等一下再說 來女兒來開花 對 然後開花開一開之後 好 就把它包起來 這樣OK了嘛 好 這個像大塊 你看看 你看看 沙拉醬 這個就很日式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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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生菜 就切一塊就好了 好 好,我們這樣子上座 好 來,大家來吃吃看 啊 日式素包飯 做法是素火腿 紅蘿蔔切丁 高麗菜切末 蛋打勻加鹽巴 和白胡椒粉備用 起油鍋 將打勻的蛋 煎成金黃色的蛋皮 起鍋之後 再放入大碗中備用 起油鍋 爆香芹菜末 然後再加入素火腿 紅蘿蔔 高麗菜 青豆仁 玉米粒 炒熟之後 再放入番茄醬和白飯 鹽 白胡椒粉炒勻 起鍋 倒入中有蛋皮的碗中 將碗倒扣出來 再淋上番茄醬 與沙拉醬就可以了 哇 給大家看一下 來來來看一下 這叫迷你小蛋包飯耶 對啊 哇 這個特寫的 太好笑了吧 這是誰做的啊 我 妳怎麼那麼厲害 妳就這樣舉一反三耶 對啊 對 妳看其實這很簡單 這也是一個蛋皮 然後分成三個耶 只有一顆蛋 就可以做三個蛋包飯 小的 對 這個小朋友 直接對體力非常喜歡 我會很高興 對啊 然後我們一樣也是把它打開來 這個家裡面如果有那種 又支援小朋友 你這樣炒起來 他一定是先 哇 這是什麼 然後這個裡面有他不喜歡吃的蔬菜 他都會吃下去 嗯 嗯 好吃喔 好吃 好吃 有的小學啊 不是有那個 有半天了嗎 嗯 那媽媽就可以喔 把這個熬起來 然後做一做 然後送過去當小朋友的午餐 一定很高興 如果說媽媽做一個這個蛋包飯 就照洪師傅的教法 對 做一個愛心小便當去 對啊 就兩個這樣子 然後放在便當裡面 愛心小便當 對不對 已經羨慕了 好幸福啊 愛心小便當 好 所以今天我們從這個炒飯的過程當中 也了解到 其實真的廚師炒飯不簡單 媽媽炒飯呢 就比較輕鬆 但是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一直在變化 對不對 對 你很有天分耶 對啊 做這個愛心小蛋包 對 而且呢 你就可以 因為心裡面在想 是要做給女兒子的 對著孩子吃的 對 然後就加入愛心下去 然後你們吃在嘴裡 寶貝吃在嘴裡 一定非常非常 好耶 謝謝師傅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祝福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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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